你好,大家好,我是Alison,欢迎来到新的瑜伽课 今天呢,我们先以站立的方式开始今天的练习 将双腿张开 大概有两步,就是迈出了两步一样的距离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双手合十 吸气的时候将双手张开 来到头部 呼气的时候 回来,再一次吸气 呼气 最后一次吸气 呼气 其实不管我们是坐在垫子上 跪在垫子上,也是站在垫子上 双腿分开,双腿张开 我们都是在做一定的调息 这个对我们接下来做练习都非常有帮助 很好,那在这里呢 双手臂打开 慢慢地将身体前倾 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腿部拉身体式 我向你保证,I promise 慢慢地,非常缓慢地向前倾 如果可以的话,将双手放在垫子上 在这里继续,继续向下 如果腿部感到不适 可以稍稍有一丁丁点的弯曲膝盖 对 在这里继续向下 头部放松 弯曲手肘 再次停留 很好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 我们将身体来到腿部的右侧 就是我们双手可以抱住我们的右脚 可以在这里停留 继续保持呼吸 是不是觉得右侧的腿部拉伸会更加地强烈一些 好 回到中间 再次吸气 来到身体的左侧 回到中间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将左手 这样左手同样的也是将五指张开 放在身体的中间处 放在正中央 然后紧紧的贴合垫子 右手慢慢打开 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身体扭转 好 回到原位 我们换另一边 呼气 吸气 非常好 同样呢 将我们的脊柱拉直 就好像我们在做站立前驱的时候那种感觉 双手可以放在腰部 扶着腰慢慢地站起来 不要太急 有时候我们在做瑜伽的时候可能总会觉得自己像很赶时间 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观察自己的心态 是不是我每天在生活当中都很着急 我去上班的时候我想要赶快下班 我坐在公交上 我坐在地铁上 我想要赶快到达目的地 但是我们人生当中 时候是旅途比目的地本身更加的吸引人 对不对 从这里呢 我们双脚 一步 一步的回来 这是我们在最初有学到过的内容 那我们来到垫子的前方 双手举起 呼气的时候 站立前驱 这应该是我们很熟悉的体式了 再一次吸气 拉平脊柱 呼气 将右脚撤回 左脚撤回 来到斜板式 我之前老是说平板式 应该是斜板式了 再次停留 我们在斜板式的时候检查一下自己身体 我们看一下 双手 手指是不是有好好的张开 虎口是不是紧紧的贴在垫子上呢 然后我们的身体的重心其实是像有一点像前倾的 也就是手掌正好在手臂的正下方 我们今天来加强一下手臂的力量好吗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侧面的斜板式 我们先将身体向左侧转过来 左边的脚的侧面先左地 然后右脚呢 你可以放在左脚的背后来 这样子做一个支撑 将右手 举起 如果这个给自己的手部造成了太大的压力的话 也可以将左腿跪在地板上 右腿伸直 同样的也是讨厌一定的平衡 当然我更加希望的是你可以将左腿的伸直抬起来 那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注意 上身不要掉下来 一定要将它举起 一起停留 最后十秒好吗 非常好 回来 回到斜板式 那回到斜板式以后呢 将双膝跪地 我们来做一次非常连贯的串联复习下 双肘弯曲 夹紧在双体两侧 下巴先左地 胸口双腿 将身体推起来到cobra 眼镜说是 拉伸一下腹部 我们今天会用到一些核心的力量 好下一次呼气的时候 在downward facing dog下犬式 相遇 如果身体比较紧绷 可以walk your dog 走一下带着你的狗去散散步 就是我们的下犬式嘛 对不对 下犬式是从小狗身上出来的名字 好 我们从下犬式再一次进入斜板 现在我们要来做另一面了 加油哦 我们将重心身体的重心转移到身体的右侧 同样的如果这个太吃力也可以将右腿跪起来 跪下来 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循序渐进的刻意练习 这样才会取得更好的进步 OK 将身体支撑起来 左脚可以放在右脚的后面或者是叠加在一起 再次停留 加油 如果身体有在抖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哦 最后五秒 很好 哇塞太棒了 回到斜板室 再一次进入串联 双膝跪地 下巴 胸膛 下半身 cobra相遇 从cobra再一次进入 下犬式 非常好 我们从下犬式进入鸽子式 先将右腿举起 可以像我们最开始教授的那样 非常有感知的将右腿举起 骨盆不要歪掉 保持中立 在这里呢 我们将右腿 不像平常那样踩过去了 我们是将它折过来 将身体进入鸽子式 那我们其实真正在做要达到一个非常标准的鸽子式 是需要我们的身体完全打开了 所以一般在热身以后再来进入鸽子式 会有一些更好的拉伸的感觉 然后鸽子式它也比较trippy 因为我刚开始在做的时候也犯了一些难 然后同时也有一些很多的疑惑 它是瑜伽当中拉伸感比较强烈的一种动作 那同时我是个人在其中感到了痛病快乐者 所以我们一起来先来检查一下 非常完美标准的鸽子式 我们的目标是要将腿把它做到90度这样子在前方 但是其实我现在的身体也没有完全打开到这样的地步 即使是有一些练习了很多年的yote 他们也做不到 所以千万不要太担心 那我们刚才在做的时候呢 让它折过来就好了 折到身体 你折的越近的话会越轻重一点 那我们在做这个体是很容易身体的重心 就落在了右边对不对 你是不是感觉到自己就 如果屁股要贴在垫子上的话 身体就是斜成这样子对不对 这样子其实是没有很大的作用的 意义也不大 那我再一次回到这一面跟大家演示一下 好我们来到鸽子式 后面的腿呢肯定是伸直的打直 那右边的腿我们其实是要保持身体 我们骨盆的中立位就像我们在做下犬式的时候是一样的 那我们在这里停留 那在这个时候瑜伽砖就可以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 不管是瑜伽砖还是一本比较厚的书 我们一开始在做鸽子式的时候 基本上我的腿都是碰不到垫子的 这个是在我要拉了比较长的时间 就是才可以做到这样子 所以刚开始初学的阶段 基本上都是右屁股一般半边的屁股是选在空中 我才可以将身体直立起来才可以正位的 但没有关系 为了我们练习更加的舒适的进入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这里垫一个瑜伽砖 OK 我们在这里保持一下 均匀的呼吸 如果可以的话 将身体向前倾 可以手肘支撑 我们在这里坚持一下 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给臀中肌的一种男生 还有臀大肌 我一开始在做鸽子式的时候 很轻易的就想要放弃 因为会感觉到疼痛 但它的这种疼痛 我们疼痛只要不发生在关节处 其实只要是我能够承认的 我们都应该去慢慢的坚持一下 因为在这样的坚持过程当中 我们才能看见自己的一些进步 如果可以的话 将上半身彻底的趴在垫子上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短暂的休息 在这里休息片刻 如果疼痛的感觉出现了 我们在这里运用一次瑜伽精神 你可以跳出自己的思维 观察自己现在 产生一些什么样的情绪 嗯 太难了 我不想做了 可能会出现 要不要放弃呢 我们不要去自己去做这个决定 我只需要跳出来 观察一下自己都在想什么 其实就已经是一次非常好的进步了 在这里可以闭上眼睛 我们最后停留两个呼吸 好 不管是用手肘支撑 还是双手支撑 我们都回到原位 在这里呢 重新一次进入下犬式 我们先将腿 举起 回到下犬式 哇 在这里感觉一下 是不是很明显能够体会到 身体两侧有一点不平衡呢 右边是有一种被打开 或者有一种被强制的拉伸的感觉 那现在我们就来做另一侧 我们将左腿举起 有感知的保持身体正位的举起 然后将左腿来到身体的前方 右脚背贴地 进入鸽子式 同样的 如果在这个时候 左边的臀部翘的高高的话 我们可以兼用一个瑜伽砖 然后给它垫在这里 非常好 有了一边的经验 另外一边是不是就会 更有一些思想准备呢 然后同时还是 把意识集中到我们的骨盆 这个区域来 要保持是在中点的 在中心点上 没有向左边倾 也不会向右边倾 像右边倾会比较痛啊 OK 在此停留 我们同样的 进入手肘支撑 如果可以 闭上眼睛 开始的享受吧 最后两次呼吸 非常好 慢慢地将身体直伸起来 从这一次进入下犬式 先将左腿 抬起 回到下犬式 在这里稍坐停留 感觉一下身体再一次均衡起来 又达到了一种平衡 用你喜欢的下犬的方式 可以弯曲双腿 或者是 踩一下 都可以 很好 回到 回到苏卡森了 今天真的非常的棒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练习到鸽子的事 然后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的腿应该有一种打开的感觉 我们今天来尝试一下 将右脚 放在左腿大腿的根部 这是在给什么做准备 大家可以猜到吗 在瑜伽当中 可能有一个很出名的体式 叫莲花式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 僧人他们打坐 都是以莲花式在打坐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身体被打开 所以我们今天不会强制进入这个体式 不需要 其实我们的目的还是 拉伸一下自己的身体 好 在此停留 眼睛看着前方 慢慢地将你的目光 柔和起来 固定在一个点 观察呼吸 很好 我们现在来换命名 将左脚放在右腿的大腿根部 同样的 同样的 观察自己的心跳 感觉到呼吸 你听到我周边的小鸟了吗 非常好 今天的瑜伽课就到这里 我是Alison 期待下一次再和你在电子上相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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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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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